1颗星到13颗星好了 1颗星第一次出出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外回圈就是i的部分 你可以跑1到13 1到13 OK 然后呢 所以我这边可以用 假设用串接的方式的话 那我for i range in range 从第一个 到第13个的话 那是14嘛 到这边停下 所以刚好会是13列的资料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呢 也许我用串接 所以我上面可以加一个 串接S的这个空值 然后呢 再来跑一个for回圈 那这个for回圈 是决定它输出几颗星 所以我要怎么决定 它输出几颗星呢 我可以for j in range 这个地方一样从第一开始 到什么呢 到跟i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i现在等于1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中指值的话呢 就是2 那这刚好是什么 1到1 刚好就输出一颗星 如果i等于2的话呢 刚好2加1等于3嘛 所以就1就变两颗星 那我输出的话就是要让它跑两个 所以串接 跟刚刚的一样嘛 加等于星号 它就会串 先串一颗星 然后再串两颗星 再串三颗星 中间这边如果要换行的话 那我底下可以再串接一个换行符号 所以跟刚刚有点类似啦 有没有 跟那个九指头法类似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最后的结果怎么 一次print出去 把sprint出去就看到最后的结果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啦 只是说这样的写法还是稍微 复杂一点点 如果我要让它精简的写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第一个啦 当然我可以不需要任何的支串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中间部分也不需要 其实有个简单的写法 就是说 如果呢 我今天跑一到 最好是什么 我跑列 同时呢 也跑几颗星 而第一列 就刚好是一颗星 第二列 刚好两颗星的话 其实哦 那个 Python里面有支援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的话 就是说呢 你可以借由什么呢 借由i 自串 理论上是不能加点乘出 但是哦 在BBA里面不能加点乘出 但是Python里面可以哦 你可以加一个星号 乘上什么呢 几颗星 这样的叙述的话 理论上就是说呢 我如果今天1的话 它就帮我输出 这个一颗星 那如果是2的话呢 它就帮我输出两颗星 这样的话 程式基本上我写完了 我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就是可以透过比较经典的写法 经典的写法可以 是这样的 那其实在这边我们也有叙述啊 正向的 反向的 OK 那我可以用乘的方式 就是自串可以乘上那个i的值啊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把它输出给各位看哦 如果我用这种方式输出 你会发现哦 刚好它如果是1 刚好它就是一颗星 它如果2的话呢 刚好就乘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边的话呢 2乘上两颗星 如果以前在VBA里面 是不能这样叙述哦 在Python里面哦 字串居然可以用乘的 而且乘的结果就是输出几颗星 OK 这种写法的话蛮特殊的 我刚开始其实哦 不知道我这种写法的时候 就用刚刚的写法 写完之后发现有这种写法 那当然再也不会用刚刚那种写法 有没有 成是马上哦 只剩两行 OK 可以看懂意思吧 只是刚开始完全不能接受 字串怎么用乘 字串怎么可以乘 不过慢慢发现 这有好处啦 反正字串可以乘 那就照着它的方法 所以我们其实在学它 有哪些比较好的方法 当然你有时候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会限制在你以前学的语言 然后你以为只有这些方法 后来发现其实它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哦 这个乘号可以乘上一个字串 也就是说呢 它如果跑一次回一圈 第一次的话 它就乘一颗星 那Print自己会换行 所以你就不用加加换行 两颗星 三颗星 四颗星 一种类推 OK 那再来的话 请各位延伸进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怎么样 把它反向过来 假设刚刚现在是这样 1到13对不对 请你把13到1 特别是要越来越少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 就是记得一个做法 如果你要反向的话 特别是这边是大到小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小到大 这边如果你要反向的话 你可以知道 这个大 13到 当然你这边不是1 1的下一个是多少 0嘛 逗点 关键来了 因为你要反向 对 负1就好了 OK 这个是反向回圈 这个其实VBA写法也差不多 也是负1 step负1 应该可以理解 这样的跑法就是 13 12 一直到1 因为0的前面一个 停下来了 OK 所以如果我这样 写完之后的话 其实反向回圈试一下 OK 有没有 13到1 就OK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给各位参考 其实关键就是说 原来自串也可以 成 当然不能用除 这边应该没办法用除的 除的怎么除 所以可以用成的 但是应该没办法用除的 OK 成的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可以 在那个 输出自串的时候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 可以用成的 那也许你就是 都跑一个JU的回圈 当然如果你知道说 它可以用 自串可以成的话 那你可以 刚刚以后 要输出几个 自串 可以用成的方法 这一招导师还蛮 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 你要输出自串 要输出几个的话 又可以用这种方式输出 试一下 信号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个是 正向回圈 跟反向回圈 记得那个写的方法 可能要 它会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缝回圈 基本上会跟 那个Range 这个会搭配 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也就是你这部分 要非常非常的熟 正向回圈 反向 其他当然还有一些变化 可能就是再加一些 空白 不过这空白 我想请各位自己再去 试试看好了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讲一个回圈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我今天呢 我的回圈没有一个范围 而是给一个条件 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为True的时候 进入回圈 为False的话 就跳里回圈 这部分可能会用到 那个File部分 所以 请各位 先试着把那个File回圈 部分先锁一下 待会来看 那个File回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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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